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Sani 这周有几个巨头要发布财报 有的已经开始博弈,赌财报报喜或者报忧 比如星期二是谷歌、微软的财报 当天还有麦当劳、Visa等 也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上市公司发布业绩 星期四则有亚马逊上场 我的IP公开账户已经有迷你仓位的谷歌 目前看底部越看越顺眼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可以继续拿着 对于星期四的亚马逊 我今天早盘买入了40股 成本价105.6 说到这一支亚马逊 抽年线也就是250天线 没有成功 缩头整理 但是下下又有五日线104.68的支撑 上周股价慢慢的上升 说明已经有人在赌亚马逊 会有一个不错的财报了 亚马逊本次财报的特点是 基数有够差 2022年一季度 实际的每股收益是亏损38美分 2023年一季度 预测的每股收益是盈利22美分 和去年同期比 是从亏损变成了盈利 增长幅度达到60美分 营业收入来看 环比是减少的 2023年一季度对比2022年四季度 预期是从1492亿的营收 掉到1245亿的预期营业收入 下降是季节性原因 电商行业每年四季度 节日购物万计 所以环比下降是属于正常的 那么看同比 2022年一季度 亚马逊的营业收入是1164亿 今年一季度分析师 一致预期的营业收入是1245亿 大幅增长81亿美元 约6.9% 这个不是亚马逊的业绩特别好 而是基数比较差 特别是去年同期是亏损的 这就容易出彩了 股价是反映了基本面的 亚马逊去年6月拆股也不能提振股价 股价从最高188跌到了最低81 最大回车不止50% 这都是反映了去年亚马逊业绩不佳的基本面 那如果接下来亚马逊业绩扭转了的话 股价也会反弹 2022年亚马逊股价大幅打折 主要原因是疫情红利消退 这都是在比基数啊 2022年的基数是2021年 疫情期间网购激增 2022年发达国家基本都放开了 亚马逊在2021年的基数底下 2022年就开始倒退 那2023年的基数是2022年 这个疫情的一次性因素不见了 以后就回归常态 就不会有这种大起大落了 但是另外的几个原因 今年还在 比如通胀和经济不好 物价上涨了之后啊 消费者有限的工资 花在了网购上面可能要节约了 经济前景衰退 企业也不愿意加大创业投入 亚马逊有一个业务部门搞云数据服务的 这块业务会有一些影响 亚马逊在成本节省上面 也和大科技巨头一样 采取了裁员的成本策略 裁员虽然看起来很残酷 但是对股东资本家来说 科技巨头的工资是很高的 少一些人来拿钱 对于减少成本啊提升利润 都是有切实的帮助 所以本周亚马逊的财报大概是喜报 但是既然是赌财报 赌字当头 我也没有买太多 占公开账户总资金量的4% 亏了也不疼 其实很多观众想知道 我什么时候能够在公开账户买入特斯拉 我倒是想买 但是没有把握 所以只能够看着账户交易情况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主要是分享分散投资的策略 折时折股的方法 还有对大事的判断和把握 如果没有石盘 光讲股票 就会显得是局外人站着说话 不腰疼 对吧 而有石盘分析的股评 就相当于是司机嘛 一边开车 一边给大家讲解路况 比较有切身的体会 当然啊 一边开车一边讲话 首先不能眼睛下 开到沟里去了 特斯拉暂时把握不大 有可能是一个M头 164块5作为3月的低点 击穿了之后 在上周五反抽 碰到甚至超越164.5 但是今天一开盘 股价再次破位 走势看起来相对空头占优势 破位 叠加基本面 转向疲弱 上方筹码套牢严重 我在贴吧里面看到这么一篇啊 早上发的 求各路机构行行好 拉到180 它成本190 愿意割 你猜底下评论怎么说 先到100 再上180 想都别想 我会把你炸到割肉 这个帖子体现出了一个散户高位套入 企图反弹一些就割肉的心理状态 这个是非常典型的 当大家都想趁反弹少酷一点就割掉的时候 2月到4月份花了这么长时间横盘 形成密集成交区里的这些筹码 都很有可能出现帖子里面的这种心态 特斯拉上调了资本支出预算 准备支出90亿美元 资本开支一般就是建筑工厂啊 还有生产线 这个消息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我觉得确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这边是早晚会买入特斯拉 只不过什么时候出手还不确定 今天可口可乐发布财报 业绩超出预期 喝可乐的人多起来了 一季度营业收入110亿 每股收益68美分 预期是108.1亿 每股收益65美分 因此营收和利润都超过了预期 但是股价高开低走突破失败 可能是要调整一下了 有意思的是可口可乐宣称要拥抱人工智能 来看他们怎么说了 可口可乐表示他们是第一家 与OpenAI和Bain公司合作利用QHPT的公司 合作的第一个平台叫CREATE REAL MAGIC 让消费者成为数字营销人员 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带有可口可乐标志的原创艺术品 公司也在探索用AI改善客户服务 可口可乐这只股最怕追高 这是一只波动小长得慢的股 适合抄底不适合追 追高后造成建仓成本高 浪费资金的时间价值 现在就不建议追的了 还有现在这个大盘也没有必要太过激进 说不定过几天开始大跌了 保守一点没坏处 FOMO什么担心上涨的时候不在场不存在 有一篇报道说美人储加息即将暂停 但是股价并不会涨 这篇来自巴伦周刊的文章称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观察工具显示 6月份加息结束的概率高达70% 投资者一直期待美人储暂停加息 并且股价似乎早就将暂停加息的好处 考虑在内了 简单说就是目前的股价已经包括暂停加息的利好 名牌了 股票一直有buy the rumor, sell the news 文章说 当加息结束真正落地时 反而是卖出的时机 在我的理解看来 加息暂停肯定是比不断加息要好 加息停止之后 为时利率不变的几个月里 会有很多可能性 但是只有经济暴雷才会导致降息 暴雷到降息的这段空档期 就是股票大幅下跌 在快速反弹形成V形底的时间 根据历史数据 美联储暂停加息之后的一年 标普要涨12% 那它直接涨还是先跌后涨 完全看宏观经济怎么走 大盘出现了KDJ顶背离 短线有下跌压力 在目前这个横盘位置看起来波澜不惊 然而纳斯达克指数横盘 而KDJ三条线缓慢下移 形成一个坡度很小的下行趋势 当股价走平 而KDJ在高位下行时 就是一种顶背离 KDJ顶背离短线准确度比较高 这个信号值得注意 纳指在前期高点12269点的压力下 走出KDJ顶背离 预示着短线或许有一个下跌 那KDJ背离 有没有出现在标普指数呢 标普也存在指数横盘 KDJ悄悄下行的趋势 KDJ的下行是大盘下行的先导信号 KDJ顶背离提示我们注意风险 第一共和银行财报 重新让人们担忧银行危机 今天第一共和银行大涨盘后发布财报 盘后财报之后FRC大跌 这对银行股造成利空影响 第一季度FRC利润每股1.23美元 净利润2.69亿美元 这都麻烦不断的银行了 居然还挣不少钱 利润大超预期之后股价却大跌 原因是存款大幅流失 暂停分红 存款下降了36% 分红也没有了 表面上看股息率6.44% 实际上就没有了 毕竟投资银行股的初衷应该是买金生蛋 收取股息嘛 银行股挺多的 但是如果想要拿长线收股息 还是要规避中小银行 只做大银行 这样才不至于鸡蛋没了 鸡也缩水了 华尔街日报 Nick Timurals 是驻华盛顿首席经济记者 号称美联储的传声筒 属于消息灵通人士 他在最新一篇报道 《为什么银行业的混乱还没有结束》 当中就指出 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的倒闭导致存款 从小型区域性银行 转移到了监管严格的大银行 不过从他引用的图表上看 整体存款量是在晚下降 只不过小银行是跳水式下降 大银行比较稳定的下降 投资者将存款转到货币市场基金 去赚取更多的利息收入 中小银行存款的流失将会稳定 而且持续 银行存款失血的解决方案是减少放贷 你看小银行的贷存比达到80%了 放款能力受到限制 银行减少贷款 或者给贷款的利率加价 最终都会冲击实体经济 尼克说 任何贷款的紧缩都会对小企业造成不好的影响 大银行服务大客户 小银行服务小客户 据高盛称 员工人数少于100人的企业 贷款有70%是来自资产少于2500亿的中小银行 30%来自100亿以下规模的小银行 所以按照尼克的说法 中小银行存款不断流失 小企业的融资将受到比较严格的影响 这篇文章是美联储传声筒尼克在议席会议前发表的 分析这篇文章的人认为 它在暗示鸽派信号 可能是在为5月加息的大背景做一个铺垫 判断5月3日鲍威尔变成一个鸽派 也不知道是市场的异厢情愿 还是真的会有此事 美元加息加了这么久 没有一个经济体崩盘 美国什么也没有收割到 这个和历史上多次加息周期的结局不太相似 如果美联储加息是部电视剧的话 相当于搞了半天还没有主角死掉 然后就要大结局了 这个不太像美剧哦 总觉得后面还应该有几集 不可能这么快就结束 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会员可以在社区帖子里面看到今天的成交记录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